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开心的米粒茉莉 好吧 这是畅销世界 110个国家和地区的 儿童教育读物 读过他的小朋友 一定会非常喜欢他们的 好吧 我今天要带来的第一个故事 叫万万网 有一只蜘蛛 名叫万万网 它住在果园里的 两棵老桃树的中间 和所有的蜘蛛一样 它有八条腿 万万网是米粒和莫莉 所见过的最友好的蜘蛛 有一天 米粒问万万网了 你为什么这么友好呢 莫莉也跟着问 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友好呢 万万网回答说 因为我爱每一个人 米粒问 那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吗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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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只要上了环球网 就会明白的 米粒和莫莉第一次听说环球网 米粒问 那能请你替我们制一支环球网吗 行啊 真的可以啊 当然可以 因为我是万万网 万万网告诉他们 我去拜访朋友 他们住在很高很远的地方 如果我有几天不见了 不要大惊小怪 我会回来的 米粒和莫莉一起说 那我们等着你 米粒和莫莉等啊等啊 过了好长的时间 还不见万万网的影子 我们必须有耐心我想 对的 必须有极大的耐心 一天早上 他们打开窗子 惊奇的发现 从天空到地面 出现了一张好大好大的网 从一座山连到另一座山 呀 这就是环球网吧 米粒惊喜的叫 离 Nas 莫莫莉也惊喜的叫 对 这就是万万网制成的吧 果然 万万网回来了 还为米粒和莫莉 支出了一架柔软的梯子 通过梯子 可以进到环球网里 米粒兴奋的说 太棒了 这真的是个巨大的工程呢 segregate 万万网 你可真了不起 万万网太累了 他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们 爬上梯子之前 请看告示牌 告示牌上写着什么呢 请抛弃 偏见和歧视 第二 请脱鞋子 环球网好大好大呢 米莉和莫莉在网上走啊走啊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他们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可是走遍每一个角落 也没有看见偏见和歧视 不是说有偏见吗 怎么找不着呢 对呀 歧视 歧视怎么也找不着啊 一天晚上 刮起了可怕的风暴 米莉和莫莉的鞋子被吹到了空中 一百万双鞋子在天空旋转 风暴在树林当中咆哮 发出可怕的声音 米莉和莫莉 想起了住在两棵老桃树中间的万万网 他们很担心 米莉说 不知道万万网怎么样了 莫莉说 她的网会被大风给吹破吗 当米莉和莫莉赶到老桃树下的时候 树上的网已经被大风给吹破了 万万网在残破的网上说 不用担心 我很快就能织出一张新的网 万万网 说到做到 马上就开始重新织网 没多久啊 一张漂亮的网 又出现在两棵老桃树的中间 万万网告诉米莉和莫莉 你们不用担心风暴 因为你们已经建起全世界的朋友网络 最可怕的风暴也不能毁掉它的 可是我们的鞋子呢 对啊 他们 对对对 我们的鞋子被风吹跑了 怎么也找不到它 万万网 沉思了一会儿 充满智慧的说 你们试着穿别人的鞋子 这样就能真正的了解别人 永远把偏见和歧视踩在脚下 哦 这我倒可以试一试 嗯 试一试穿别人鞋子的感觉 哎 快 米莉 我们赶紧去找一下 米莉和莫莉 喜欢穿上新鞋子 米莉说 感觉真不错 我想别人也会和我们一样的 对啊对啊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们之间没有偏见和歧视 好吧 这个故事叫做开心的米莉莫莉之万万网 米莉和莫莉是一对可爱的小姑娘 她们的故事在世界一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传播 希望从今天开始 您也会喜欢她们 然后就像米莉和莫莉那样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里是管家婆日记 我们明天见 我去看 needle心了 我们下站 disgusting 我来打瓣地区 酒32 好 私 我来打瓣地匯 你 这个 そう 我来打瓣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